大家好,我是阿丽,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干锅鸡 干净干死鸡,去除鸡屁股 中间片开 取一半,蘸成小块 去除淋巴 切好的鸡块,加适量的鸡筋,少许的白胡椒粉去腥 适量的蚝油 用水刮匀,腌制10分钟 准备20克生姜切成片 两根小葱切成段 适量的蒜子切成粒 两个青黄椒切圈 一个红黄椒切圈 准备少许的花椒,适量的干辣椒 准备适量的清水,放入干辣椒,泡一下 这样炒的时候辣椒不容易糊 腌好的鸡块,加适量的酸粉,抓匀 锁住鸡肉的水分 放少许的油,抓匀,防止鸡肉下锅粘点 油温烧至七成热,下入鸡块 把鸡块炸熟炸透,炸至两分钟左右,炸至表提金黄就可以了 炸成就可以了,倒出红油 火中加油,炒干过的油要多一点,放入葱姜蒜 发酵 干辣椒 炒香 炸至十秒钟 放入香辣酱炒出红油 下煮鸡块 西红黄椒 改为小火 开始调味 蒸蒸适量 纯粟 炒几个鸡精 适量的白糖提鲜 翻炒两分钟 把鸡肉炒出味 出锅前加少许花椒油 均匀 好了 关火 准备一个锅仔 淀点羊肉丝 装盘